白化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 在白化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修改我们的命运。 请收看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所以今天给你们讲一讲立身实戒,一个佛法要学得好的人必须立身实戒,你今天要把自己人做得像菩萨,你必须守戒,有十个戒律你必须要守,这是对我们做人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 所以你如果能够守这个十个戒,你做得也成功了。 所以师父跟你们讲的佛法,就是人间佛法。 第一,叫谨言行以寡过,谨言行以寡过,就是说讲话,行为必须要谨慎,不要乱讲话,不要乱做事情。 你刮过,就是你会少饭很多错误,刮就是少了。 你看,讲话多的人,行为上做错的人,这马上就做错事情很多了,对不对? 第二,接饮食以尊心,接饮食以尊心。 你看一个人吃饭,不能吃得太多的,你看你撑饱了,毛病就来了。 很多的病都撑得太饱了,所以你看这个人一发病了,一讲话讲得糊里糊涂了,这个人只要一发脾气了,你知道别人怎么讲话? 你吃多了,你撑着了,看见了吗? 截至你的饮食,你实际上是尊重自己的心。 什么叫尊心啊? 就是你把自己的本性、良性不会泯灭。 很多人吃饱了乱讲,很多人喝多了乱讲,乱许愿,到最后,酒醒了再后悔。 要截饮食以尊心,你要饮食上够了,我就吃这点,不可以了,可以了,谢谢。 人家会尊重你的,再来吧,好不好,再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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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吃好了,你说你吃吃吃,吃到最后,你说人家会尊重你的,听懂了吗? 贪了,所以过去中华穿透文化上,他就是让你吃饭,从吃饭当中,可以看出你这个人有没有贪心。 你如果吃了一碗又一碗,吃了一碗又一碗了,你这个人就是贪心,人家给你做生意,人家就不敢跟你做。 我够了,我就这点,就是说你赚这点钱,你知道这里可以赚了,你不贪人家,赚够了,就OK了。 这个文化就可以看出来,从吃饭就可以看出来,你这个人贪心不贪心。 听懂了吗?人不能贪了,你贪就不得人家不尊重了。 第三,省嗜好,你养心。 你们要记住省,是什么意思啊?你省省了,少一点嗜好吧。 我这个也嗜好,那个也嗜好。 你这个心定不下来呢,你的心养不好的啊。 我这个也喜欢,那个也喜欢,我喜欢唱歌,跳舞,我喜欢跳迪斯科,我喜欢下香气,我什么都喜欢。 你说你心还养得了吗? 对不对啊? 你喜欢好一点都算了,很多人打麻将啊,赌博啊,喝酒啊,抽烟啊,吸毒啊。 你什么都可以省嗜好,就叫你省省啊,你省一点吧,少一点嗜好,可以养你的心啊。 大家听懂吗? 你看看,多少年之前,菩萨就叫我老婆要懂得这些。 第四,耐烦劳以尽心。 一个人要忍耐,再烦也要忍耐。 对不对啊,再劳动,再苦也要学会忍耐。 帮助别人要以尽心,尽心尽力的去帮助别人。 我帮助别人忍耐,再烦我也忍耐。 对不对啊? 我再劳动,再辛苦我也要忍耐。 为了尽心尽力的去帮助别人。 很多妈妈就是这么尽心尽力帮助自己的孩子。 所以才得到了孩子的尊敬。 所以母亲节就这么多的孩子来尊敬母亲。 那个妈妈如果整天不洗衣服,不刷碗,不好好的照顾孩子, 整天打麻将,看电影,看联系剧,变成一个追星族。 你说的话,孩子会对他好吗? 没有尽心尽力。 第五,圣喜怒以贫气,仅剩自己的喜怒哀乐。 开心了,也要谨慎,不要太开心。 发怒了,不要太怒。 你的气就平了。 不要,一会儿气都不得了,一会儿开心都不得了。 你说一会儿笑,一会儿哭,人家说神经病。 你说这个人整天一会儿开心,一会儿不开心。 你说这种人气会平吗? 所以这个女孩子,我一会儿笑,一会儿哭,一会儿性就这样。 忧郁症吗? 所以很多人说,过去红楼部里面说有几家人笑, 有多少人在人前笑,在人后闹,就是哭啊闹。 实际上就是古时候却有忧郁症。 第六,借金张与吉时。 金是什么意思? 比较低调。 张就是张扬。 做任何的事情,要守戒,不要太张扬,也不要太低调。 听懂了吗? 做人可以低调,做事情可以抗掉。 做人就是这样,帮助别人了,不要去, 哎呀,你看没有我,你行吗?没有我,你怎么样吗?你看看,不是我吗?我不做菜,你能吃吗? 那还有买的人啊? 还有切菜的人呢?还有洗的人呢? 你只是招呼啊,你只是招呼啊,你做事情,借金张与吉时。 第七,从退让,以合众。 从就是,从就是从进,需要去做,什么事情,碰倒了,都要退让,以合众,就是做任何事情,要跟合众,神众,就是跟别人都要合在一起做,要适合别人,随缘,就是这个意思。 第八,胜若言以全信,仅剩自己讲的若言,你放心,我百分之一百把你弄好,你这种人讲出去之后,人家都会全信你,所以任何人答应别人的事情,不可以说,都在我身上,百分之一百个问题,不可以这么讲,不可以讲,好,我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我试试看,听懂吗?没问题,没问题,你放心吧,你们以后在社会上,只要看见这个人,说,包在我身上,百分之一百搞定,就算他搞得定,你都不要相信他,因为这种人物,你不能全信,听懂了吗? 你们缺多少做人的道理,全是做人的道理,你们为什么不会看人呢?就是你们不懂这些啊。 一个人跟师父说,他说,你放心,这事情包在我身上,我不会相信他的,因为这个任何世界上的事情,没有一个事情可以百分之一百的,因为这个世界本来就不是圆满的。 你要懂吗? 你要懂吗?你会做人啊?所以你们讲话,千万不要。 若言,不要,我许下若言,听得懂吗? 九,减耗费以西服,要减掉自己的耗费,就是不该去做的,不要再去做了。 哎呦,去忙那些无畏的生命浪费啊,耗费自己的生命啊,很多人逛逛马路啊,逛逛商场啊,你的时间都宝费都浪费掉了。 对不对啊?你还不如嘴巴里念念经呢?我们现在的佛友,比方说举个简单的例子,你们在这里,如果今天师父晚到一点了,很多人如果在看手机啊,或者在做其他事情,你这个人就很可怜,你在浪费你的生命。 因为当你看过了这一条东西,或者这一个一分一秒,你这个生命,这个时间就永远不会再有。 如果你这个时候等师父十分钟,你念十分钟经,你就成功了。 所以,减耗费不要无谓的去说啊,去讲啊,去浪费自己的生命啊,要惜福啊。 今天要珍惜福啊,今天要珍惜福啊。 你们已经跑到澳大利亚来看师父了。 这么好的环境,不好好念经,菩萨帮你们请来。 你还要在这里,哎呀,这个人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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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在浪费你的生命啊,你耗费你的生命,永远就不见了。 你今天从七点钟到今天一个多小时,你们学了这么多知识。 如果你们这一个多小时在外面过,你是不是在浪费生命?你们告诉我。 你们学到了什么?你们现在学到了这么多。 第十,存悲心以养德。 人要存悲心啊,可怜别人啊。 有道德的人都是有悲悯别人的心的。 你有道德的人看见别人都很可怜的啊。 你不看见别人可怜,你这个人道德很缺乏呀。 所以跟年纪大的人争椅子啊,在公共汽车上, 在地铁上争位置,那些人有道德吗? 他没有悲悯之心啊。 对不对? 现在知道为什么大家喜欢听师父讲吗? 讲道理谁都懂的,这是正理啊。 这是道理啊。哪个国家都需要,这就是文明啊。 去跟老人家吵架,去跟自己的爸爸妈妈吵架,都没有悲心啊。 去欺负人家,去欺负人,去欺负人家讲话讲不清楚的人。 你没有悲心,你这个人缺德呀。 很多人经常去学人家口吃的人,你学到后来你自己也口吃,你以后就被人家骂了。 你有道德吗?你说经常去学口吃的人,有道德吗? 对不对啊。 小时候,小孩子的时候那个故事我都记得, 这个人不疯的。 有一个人,那时候手表还不是很流行的时候, 跑到店里去问人家一个服务员, 他是口吃吗?他跑到去 同志,自己几点钟了。 那个人不理他。 他又问你,同志,几点钟了。 那个人还是不理他 他起来 同志你这种态度很不好 你为什么不理我 你可以回答我的吗 结果那个人对不出来讲话 我 我 我不能讲话 我一讲话你以为我学学学你的 你看这些小时候的同学之间传来传去的这些话 是不可记得 后来我们自己的爸爸就跟我讲 你不要去学啊孩子 你学人家不好的话 你自己以后一定会变成这样口齿 还有个人怎么说的 你们知道吗 说下雨天学很快就学会了 为什么下雨天知道吗 阴天 所以下雨天不用哭 下雨天不能难过的 下雨天难过鬼就来了 你看清明世界雨纷纷 所以今天天气不好 千万要保持心情非常开心 牛年大悲咒 哎呀今天下雨了 年轻也很开心 听懂了吧 好好的控制好自己的感情 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控制好自己 所以呢 那道德很重要 道德很重要 一个人离不开自己 干净的道德 师父非常爱关心 菩萨爱佛陀 所以爱你们是因为你们在学佛 学菩萨 你们如果不学佛 不学菩萨的话 我就不会 对你们不好 这就这么简单 所以要善良的人 找善良的人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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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